大家好,我們請問大家今天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鍵盤上面的排列是不規則排列? WQERTY 為什麼? 如果鍵盤上面按照ABCD的方式排列 不是會更容易打字嗎 因為大家會更了解 為什麼要按照這種方式排列 完全不規則 而且它把好用的字母 分散在鍵盤的左右兩端 如果集中在中央不是更合適嗎 比如說我們常用的C.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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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ly結尾或者ti.on結尾 如果擺在一起 不是會更好用 讓它打字打得更快嗎 為什麼鍵盤要這樣排列 兩隻手會打結 還不錯 來 為什麼 這是一種習慣 那它講的沒有錯 兩位同學講的都沒有錯 因為鍵盤是來自於打字機 而它在設計的時候 它故意這樣子排列 是為了要讓你打字變慢而設計出來的 這導體打字機是這樣的 這導體打字機是我按下一個鍵 上面會有一個指針跳出來 撞擊上面的指章 打把字打出來 所以如果你打字打太快的話 上面的指針彈上去彈下來 有可能會在空中交錯打結 而卡死 照其的機械物理技術 沒有辦法改變這個現象 所以為了讓大家不要打那麼快 為了讓大家速度降低 就好像為了隱藏你的戰鬥力 你不需要穿很重的衣服 帶到那個很重很重的緊箍咒 把你的戰鬥力給下降 為了避免大家打字打太快 影響到機械的運作 所以故意把好用的字母 跟常用的英文單字錯散開來 而且擊目在螢幕的鍵盤的兩端 避免造成失誤 OK 今天的鍵盤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這個指針 沒有這個物理機械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不改回去使用ABCD順序排列 鍵盤上面的permerfer是按照順序排列的 這大家都知道 因為這是後來才發明的 為什麼現在鍵盤不改回去使用ABCD這樣 這樣大家打字不是會更快嗎 為什麼 習慣說得好 因為大家已經習慣了 現在改回去ABCD 你也不習慣 你已經知道每個位置在哪裡了 所以習慣其實更重要 比好用更重要 比便利性更重要 在60年代的時候有一個故事 是這樣的 真實的 美國人在冷戰的時候 說到這個之前跟大家講 希特勒曾經發明 想到一個 如果我們能夠發明 我們能夠訓練聽得懂人話的狗 把它組織成一個軍隊 把這些狗派到敵方的士兵裡面去 那狗只要能夠聽懂人話 那個人話不需要太複雜 他只要聽得懂方位 東西南北 時間幾點幾分 然後位置幾個名詞 這樣就好了 是不是就能夠 如入無人之境 把敵方的情報機密全部揭露出來 我們德軍就會獲勝了 但是他認為 這是有可能的 他相信科學萬能 事實上 他就派了一些人 真的來訓練一個 能夠聽懂人話的獵犬部隊 而因為希特勒是偉大的領袖 下面的科學家也不敢跟他說做不到 就相信 也真的相信 經過長時間的訓練 馬戲團這樣的訓練 是不是狗有可能能夠聽懂部分的術語 比如說 東邊就旺旺一聲 西邊就旺旺旺三聲 南邊就旺旺旺四聲 或者旺旺 這樣子 A是這樣的方式 來透露出敵方的軍隊 聽到情報是在哪個方向 哪個時間 這是他當時想像的科學狂大 在60年代的美蘇冷戰的時候 美國人也想到說 我們現在是十禁衛 電腦是兩禁衛 零跟一 這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們訓練一批天才兒童 從他們出生的時候 就給他們世界上只有零跟一 二禁衛的方式的話 他們的數理能力跟計算能力 會不會比我們正常的人類更優秀 把這群天才兒童養到十歲二十歲之後 如果他們從小只接觸二禁衛的話 他們的知識 他們的反應 他們的相對的數理空間能力 乃至於運算的技巧 會不會比一般人類更強大 有點像是動脈裡面的新人類這樣的概念 訓練訓練類 會不會 這是真實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結果呢 當然是失敗了 失敗並不是二禁衛真的比較落伍 而是我們的社會跟教育體制 沒有辦法培養出能夠二禁衛的人 大家先記住這個故事 我們先講今天最後一個 這個是早期的撞針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樣跳上去打字 會比較慢 中國字就更難了 因為中國字不是拼音文字 所以一個中打需要一個很龐大的字鍵盤 而它會把常用字累積在一起 而在這麼茫茫人海的大量字裡面 找到那個簽字 這樣子其實是一種很高針的技巧跟技術 再最後我們來跟大家談談 遊戲的可能性跟未來的發展 本身我們認為遊玩 是一種透過各種形式的參與 不管你是用體驗 親自操作或是各種方式 你能夠在其中經過這個玩的過程 來獲得到某些的樂趣 它可能是讓你可以笑 讓你哭 讓你流淚 或讓你感到感動都可以 一種某種樂趣 或者某種回饋 我升級了 我達到某些成就感的東西 以及相對應的經驗 與人生的回饋 而在這個反覆的練習中 最後你會掌握 並熟悉到某一件事物或知識的脈絡 不管你玩的是什麼樣的遊戲 或者我們今天談的遊戲化的相關的應用程序等等 你能夠掌握到某種程序跟知識的脈絡 而遊戲的另外一個重點 play的另外一個重點是 在透過相互的接觸 你跟它的過程 認識的過程中 你可以了解到整個系統的運作邏輯 比如說你會知道 那個洞跳下去會死 你剩三條命 三條命用光了 就game over 可能要再接關一次 或者你知道一千分 可以升級等等等等等等 而利用遊戲元素的一個重點 我們可以體驗各種生命職業的可能 這是現今主流遊戲中 他們最主要發展的一個面向 也就是比如說你可以透過遊戲來遊玩 各種不同的人生體驗 不管是養一個奴隸少女 大家如果有玩過的話 這是一個喜歡人就會喜歡 不喜歡人就會不喜歡的遊戲 OK 那簡單來說 我們的網站有介紹到了 就是你帶著虐待小蘿莉的心情去 然後滿載父愛歸來 或者說你可以扮演一個小販的人生 扮演警察的人生 或扮演一個在中古時期 像是劍羽魔法時代 幻想歧視文學魔界這樣時代 可以使用魔法對抗巨大的怪獸 或者傳說中神話的魔物 這樣的人生旅程 你也可以扮演在戰爭中 一夫當官萬夫莫開的英雄 或者是受傷的平民 你可以駕駛著在現實中無法開到的戰鬥機 奔馳雲霄 用難以想像的大量飛彈來轟炸城市 也可以開著我們這些魯蛇 一輩子買不起的名貴跑車 在這個世界各地賺個給它稀巴爛 可以遨遊宇宙 也可以又玩音樂遊戲 大部分來說任何遊戲或多或少都具有某些成分之一 你可以體驗、扮演或享受某種你在現實中所沒有辦法體會到的樂趣 職業、場景、時間、空間乃至於各種可能 當然它也可能是真實反映你人生的某些部分 比如說一些虛擬人間可以反映各位現在的當下行進 考試的過程等等 不管如何 不管是騎士文學、幻想、飛機、未來、宇宙 乃至於過往的魔法世界 這些遊戲都透過你的參與、你的遊玩 你在裡面享受到、扮演到、體會到某一種人生的樂趣 而這樣的遊戲的發展過程中 我們可以看到體感的逐漸行情 從早期的跳舞機到Wii的時代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些額外的載具 透過這些機器 讓整個參與的過程更加的鮮明化 更加的有樂趣 就好像我們可能看3D的電影 看雲霄飛車的時候 如果身體還會跟著動等等等等 我們能夠更加體會到這種遊戲的樂趣 這也是整個遊戲發展的歷程 載具AR、VR載具的發展過程 我們因為今天在課堂上 沒有辦法有太多的畫面、太多的機器帶過來 如果是明年上這個課 我們可能會帶個VR頭盔或AR的虛擬實境的作品 來給大家看 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跟大家說明 這樣子的體感過程是如何形成的 這是一個槍戰遊戲叫Time Crisis 大家不管沒有玩過不重要 大致來說它是這樣子的設定 它最早做了一支槍 就像模擬在外面的大型電玩機台 我竟然扛這個去那個布再回來 真是笨蛋 這個是早期 大家在電動玩具店 可以看到一種大經濟台 你可以用滑鼠、用控制器 你也可以用按鈕 但是把它做成一個槍的形狀 你就會更加有投入感 彷彿自己是戰場上的英雄 那這支槍器做得還滿漂亮 因為很大隻手把非常好握 透過這種方式來射擊螢幕中的敵人 而獲得 你看我好像真的在戰場上扮演一個士兵 可以射擊他 這個應該不難理解 透過這種方式你會覺得好像 比起拿一般的控制器 滑鼠更加有參與感跟投入感 但是這個過程還不夠 因為好像少了點什麼 就只有一支槍 這樣子自己還要配音 蹦蹦蹦蹦蹦蹦蹦 這就好像我們上個禮拜 如果你有來的話 我們在講心戰器的時候 我們講到心戰怎麼樣 男生在玩心戰之後都要自己配音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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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在打架的時候還要噗噗噗噗噗噗 有那種生理奇蹟嗎 為什麼要配音 因為你的光劍沒有生效 可是你希望自己拿光劍的時候 好像真的就是絕技無私 所以只好用自己的嘴巴來配音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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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到了後來他出了第二支槍 這支槍有一個特徵 它希望讓那一個遊戲的體驗 更加真實化 所以他設計一個RERODE的機制 怎麼RERODE呢 非常愚蠢在下方做了一個按鈕 所以他要鋁肉一定在這樣子 明明非常你可以按一個按一個按鍵滑鼠就可以reload b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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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強調你一定要這樣帥氣的 bom 然後再 非常愚蠢 但是呢 這個把reload按鍵設計在下方的 反映了我們在遊玩的時候一個特徵 我們希望生理其境 好像真的在裝填子彈一樣 所以你應該子彈用完帥氣的拿出彈夾 繼續射 b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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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難按的鑰匙 很難按 而且在玩的激烈的時候 手會太過用力投入嘛 就好痛 就是這樣 可是大家可以理解 為什麼要坐在這個地方 因為要希望那個遊戲的體驗 更像真實的槍戰 所以你就這樣子 類似這樣 大家可以了解吧 希望能夠像真實的戰場 好 這是第二隻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過程發展 後來他又出了第三隻 這隻更發張了 因為他希望不只是只有槍戰 他希望你還能夠投入更多玩家情緒 比如說跳躍 蹲下 或者轉身攝影 比如說翻滾 再bom b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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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大家看那些無語聲電影 就應該有這樣子 怎麼可以只有這樣攝呢 他希望你能夠翻轉 我現在沒辦法演了 翻轉 然後這樣側身bom b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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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飛撲 那我要怎麼在遊戲裡面體驗這樣 用滑鼠用什麼太不遜了 所以他們就設計出第三隻 這是非常珍貴 因為後來賣得很爛 就沒有出了 所以台灣很少人有 他做了另外一個手把 讓他看起來像拿汙子重鋒這樣 所以一方面你可以 唔 utiliser 非常的穩定 講作那種感覺 噗 perceive 可是他因為有蹲下 多了一個前置 跟兩個類比搖感 所以他希望 雖然是用這種相信攝體的時候 你還可以 某種形式來控制玩家的身體 做出翻滾跳躍 或者是各樣的閃躲 以及射擊功能 這樣子載具 大家 我們今天當然是拿槍子 可是大家可以想像 那些巨大的吉他 跳舞機 大型的賽車框體 為什麼要 賽車的方向盤 還要做力回饋 好像很難轉彎 都是希望能夠更加模擬 讓遊戲裡面的特徵 能夠更加的像真實的情況 進而增加相關的樂趣 以及玩家的投入感 所以一般都認為 到了2016年 明年是VR跟AR的虛擬實境 元年 所以不管是三星 宏達電 Sony 各式各樣 都開發了屬於自己的 AR或VR的穿戴裝置 而有一些電影 也已經預告了 或一些遊戲 也已經預告了 我們將會支持VR實境 就是把這個螢幕 把這個實體 戴在眼鏡上 戴在你的視覺裡面 就可以體驗 更加真實 更加立體的聲光效果 而本質上 這是我們在講視野跟視角的單元所不斷強調的 把第一人稱的觀點更加無限擴大 讓它變成真實人生的視野 真實人類的視點 其實是遊戲發展趨近擬人化一個必然的過程 那我們在講視點那時候 如果大家要來上課就會知道 其實我們從來沒有用過第一人稱以外的視角來看世界 我從來沒有看過各位眼中的我長到什麼樣子 我也沒看到我背後長什麼樣子 我必須透過鏡子 透過各位 或透過攝影機 等等其他媒體 才能夠看到各位眼中的我應該長到什麼樣子 或者我自己本來應該長什麼樣子 所以很多的科幻小說 比如說希望選裡面 你在鏡子中 如果看到的人臉跟你自己不一樣 那一定代表有某些問題 其實我們從來沒有看過真實的自己長什麼樣子 所以AR VR的虛擬裝置 其實它最大的特徵就在於 它希望能夠我們把我們第一人稱的視野 我們真實看到的視野無限擴大 彷彿就好像真實存在的樣子一樣 所以這個裝置以後越來越擴展之後 我們的遊戲體驗會更加去向真實 或會更加投入 乃至於更加讓我們無法區分現實跟虛擬的差別嗎 以及第二個問題 人類跟機器的互動 未來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跟過程 我們來看這個 人跟機器的互動 在一些科幻的小說跟電影裡面 已經有許多的題材 包含像駭客任務 包含像是母體的連結 或是人類跟身體機器是混雜在一起的 那未來的科技都不斷強調 因為人類會無法脫離機械而生存 所以人類跟機械混雜在一起 或人機互浴 人類的肉體裡面裝上機械 乃至機械裡面裝上肉體 都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 其實今天已經有了嘛 你的假牙不就是你把一顆金屬製的牙罐 你把牙酸裝在嘴巴裡面嗎 所以裝上了假牙 你的假牙 你的心臟的 有些人有裝心臟支架 乃至於相關的 比如說助聽器 都是在你的身上 安裝各種各種的機械器 來幫助你維持生命的延續 或者生命的愉悅的享受 那 有些人開始在做一些有趣的實驗 像是左上角的那個生物駭客實驗 他開始直接說 我們如果可以直接把一個機器砍在肉體裡面 該如何做 所以他在那個沒有什麼醫療人員的協助 或者是相關法規不完背景 就把一個Wi-Fi或藍牙的接收器 直接砍在自己的皮膚裡面 那怎麼充電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那個是有無線充電的 所以他只要靠近那個線圈 手睡覺趴在上面 你這樣就可以充電了 離開就可以了 然後透過Wi-Fi 透過藍牙就可以連結 讓自己的身體 某一方面 就能夠成為某種機接式的攜帶裝置 帶智慧手機太麻煩了 乾脆就把智慧手機給烙印在自己的身體 砍在自己的身體裡面吧 但他目前需要透過外部充電 這種方式 但大家可以想像說 類似這樣子的題材 類似這樣子的可能性 未來會不會更加普遍 現在看起來有點詭異 但未來會不會更加普遍 相信是會的 另外那個條碼 是我記得如果沒記錯的話 是一年還兩年前 MIT一個最佳實驗的發明 麻煩理工學院他們競賽的發明 他們在討論一個話題就是 房間裡面的空調應該要幾度最合適 才不會造成能源的浪費 而讓大家能夠感到舒適的環境 他想到了 如果我們能夠測量人類的體溫 人類的彼此共同體溫 找出合適的溫度 來決定這個室內空調應該怎麼做 所以他們在人類的肉體上面 繞了一個條碼 一個很微小的晶片 當你進到房間裡面的時候 系統馬上可以感應到你現在的體溫 你的體溫跟整個室內的溫度相比之下 有多少落差 你剛剛跑完步非常滿身 當然你走進來 可能會覺得很熱 那這個時候冷氣就應該要加強 而當你在房間裡面沉浸一段時間 體溫開始下降 沒有劇烈活動的時候 可能就不需要那麼好的冷氣 那麼高的效率 這樣子就可以把電費節省下來 透過這種方式 他們可以測量 我們一個室內空間 應該要用多少的能源 跟多少的溫度 空調是最為理想 比如說 因為我剛開車過來 我現在超熱的 各位坐在這邊說我現在超熱 所以我要去開冷氣 大家知道胖子還是很辛苦的 乳子還是很辛苦的 OK 這樣子大家可以了解 這種人跟機的互慾在未來會越來越更明顯 所以不管是骨骼外的機械人 或者像是鋼鐵人這樣的生物裝置 乃至於像是那個 攻殼機動隊裡面這樣的全身液體 像是機器人 我們在遊戲的過程中都必然接觸到 未來人類跟機器的相互關係會越來越緊密 OK 第二個我們要跟大家談的是 遊戲跟各種領域的多元性發展 有很多人的遊戲可以幫助我們體會各種生活或者便利性 比如說這個是交通路線的 因為日本的地下體太複雜了 那個路線太多了 如果大家覺得台北捷運的 比如台北車站地下已經很複雜的話 日本就更誇張 事實上全世界各國大都會的地鐵線都非常複雜 尤其是像一些先進國家 所以為了方便大家能夠知道自己在哪個地方 哪個出入口 這裡到底是哪一個交通站的位置 所以他們就做類似這樣的遊戲可以幫助大家知道 是現在用有點像RPG這種方式 讓大家知道現在位於地鐵站哪一個出口 你該怎麼走 那怎麼路線 才能夠找到你需要的方向跟位置 這種方式 那這是把它的那個地鐵路線做出來的 可以看到複雜 所以把這種複雜的地鐵做成像是遊戲跟迷宮探險遊戲 或許可以幫助一些人更加理解到遊戲的發展 或者理解到地鐵的配置 另外像是這些遊戲呢 有些比如說可以測量洪水 或者用當天的天氣預報 或當天的土石流相關的有沒有天氣警報 來自動建構裡面的河川 自動建構裡面的相關的數據 自動建構河流的穿起程度 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在遊戲中 體會到不同的自然狀態 比如說上面這一個是把那個雪來 拜池滑之滑之的一些文學做成遊戲化 然後你在 因為大家不想要讀書 所以乾脆就用遊戲的方式 來把這些文本做另外一種方式呈現 你在裡面也可以閱讀 你在裡面要輸入相關的字句 或解開裡面文學留下來的謎題 然後當你遊戲旅程結束之後呢 你也等於讀完了這一本小說 探索完了這個祕境 了解到他們文學的某些內涵 我記得我們在講那個歷史單元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像是Level Alone 類似這樣把原住民或少數族群的文化 記憶透過遊戲的方式表現下來 也算是當代的主流 而且可以獲得商業的利潤 維持少數族群或那些偏遠地區的文化 語言文字音樂等等 也算是現代的一些遊戲的方式主流 上面這個是醫療性的遊戲 就是說能不能利用遊戲來治療 比如說像是自閉症或者弱勢 弱勢聽覺的失聰 或者語言能力的口籍等等 所以美國有一些醫療組織 在右邊這個是做刺客教條的他們公司 UBI做的 是一個治療弱勢以及色盲 類似這樣子的遊戲 那這些遊戲或者治療自閉症遊戲 目前在有些美國國家裡面 他們有些在美國裡面 他們是需要透過像是醫生的許可 或者是一些醫療單位的簽發 才可以下載跟遊玩這些遊戲 作為醫療用的遊戲 跟一些相關的醫療機構大學 保持密切的合作 也算是一種發展性 再來是學術跟知識利用的可能 所以有很多大學都在使用遊戲 來作為計算DNA RNA等等 那他們的採取方式是希望 那大量閒置的電腦 大量的玩家 可以作為他們雲端運算 或他們資料庫運算的一個助力 也就是說 你可能一個人在怎麼厲害 你知道的人物 知道的數據還是太少 但是透過群眾力量 透過肉收 或透過大家的集體意志 我們很容易能夠找到需要的人 所以比如說 你要找某個表特 你要找某個路人 當然 你不是自己問嗎 當然就去求助萬人的臉書大人 或者去PTT上面問Z9 然後就要幫你找出那個表特是誰 也是類似這種感覺 就是這樣 所以 也有開始的很多大學認為 我們可以利用遊戲化 來讓大量的玩家 在他們電腦閒置的時候 來為我們做相關的 學術研究的計算 或者 把它做很像色塊拼裂的遊戲 讓大家能夠在遊戲的過程中 也協助我們研究蛋白質 或人類相關基因的研究跟發展 像這個是華盛頓大學做的 他們是計算蛋白質的 那結合群眾參與 雲端處理跟分布式計算 那早期PS3在發售的時候 也跟史丹佛大學有合作 就是你只要下載那個應用程式 它就會在你沒有在玩PS3 沒有在玩主機的時候 自動連線計算史丹佛大學的相關的研究 那你只要加入那個計劃 你還可以去史丹佛大學申請 你看 他曾經參與這一個研究 以致證明 你就擁有某張史丹佛大學 正式頒發的證書 現在滿酷的 所以我也去申請了好多張 人類的12345678 好多人每個人都參與過 滿好玩的 可以列明上面 所以一開始玩會比較簡單 那當然你玩得越後面 那蛋白質就會越來越複雜 結果越來越複雜 不過也算是那種有點像是 調色方塊 積木堆跌的遊戲 好 這也是另外一個大學做的 這個遊戲我還推薦大家玩 因為還滿好玩的 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你只要輸入ETRNA就可以找到 還滿好玩的 來 透過這種方式 我們有越來越多的玩家可以參與 比如說這篇文章 就有三萬七千名的玩家 列明在作者裡面 科學家認為透過雲端網路 讓集體智慧進入科研的領域 以遊戲等方式來收益 業餘玩家的努力 共同的動力 可以推動科學研究進步 所以這篇在Science上面的作品 這種頂尖的學術期開上面 他的文章 我記得這篇文章很短 大概只有十五頁 四五頁還是十五個 我忘記了 可是後面 因為列了三萬七千多名玩家的參與 所以後面的reference 非常非常的長 嘀嘀嘀嘀嘀嘀 所以前面的研究非常短 後面的那個 共同參與作者名單 非常非常的長 感謝名單非常非常的長 所以這也是一種科學的創新研究 順便一提 上面也有必人在下我的名字 所以我也算是Science裡面的 共同作者之一 就是這樣,大家有進去可以去無牙參與 你看,我也投稿過Science 其實搞不好那個Nature上面有我的名字 就是類似這樣 大家可以玩看,這是我加碼玩的 好,再來我們跟他談 遊戲跟人類總體意志、社會理論的實踐跟常識 這邊我們跟他談兩個 第一個我們跟他談的是這個 萬人來玩神奇寶貝 這當然是一個,我記得是澳洲 澳洲某一個遊戲工作室所發起的 他來玩GBA早期的神奇寶貝紅啊 紅版 透過RC擷取指令的方式 大家在實況平台上面 就能夠所有的人一起來操作這個小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參與 這個我有跟著玩,還蠻好玩的 然後你就會發現很多道理 跟很多社會學理論、民族理論 是如何被實踐的 比如說第一個你會發現 這個小字會一直在撞牆 撞牆、撞牆、鬼打牆 明明這邊就要往左邊走 但是呢,因為這個社會上 就是會有人偏偏要跟你暢反調 網路小白是不可能避免 所以就會往右往左 往右往左往右往左 在那邊鬼打牆不知道該如何前進 重要道具會被打開 然後會被丟掉 一不小心就被丟掉了 對不對,太可怕了 然後戰鬥指令亂下一通 明明就算所有的人都有共識 這邊就應該這麼做 還是沒辦法避免會有少數的小白 他的指令被寫入序列裡面 所以呢,就做出錯判斷 一直死、一直死 然後遊戲花了很多時間 還在原地的存在 因此不動、不動、不動、不動 非常好笑 這說明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如果每個人都有發言權 每個人都有投票權 每個人都能夠參與 公共社會意見的話 整個國家制度是沒有辦法前進的 民主永遠沒有辦法統一所有人的思想跟言論 這是代議制度必然發展的道理 今天如果只有十個人 那這個議程可以推動 今天只有100個人 議程推動就更快 當然今天只有有一千萬個人 要參與這個議程討論的時候 這個議程將永遠無法推動 因為光每個人都發表意見 政論不休的時候 要達成完全民主、自由、理性的溝通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在我們在早期的雅典民主政治中 我們就了解到這個共識 所以當所有人都可以發表指令 當所有人都可以參與的時候 我們無法預測哪一個人的指令 會不會寫到城市資料庫裡面 影響了小智的下一步行動 所以整個遊戲過程 就會非常的緩慢 緩慢缺乏效率 當然我要承認 缺乏效率跟它愚蠢本身也是遊戲的樂趣之一 這也算是民主社會理論 在實踐中一個必然的過程 就是看它緩慢也是一種樂趣之一 但是你知道如果我們把過關當作一個目標 過關當作一個必然性的結果 或者追求民主、追求自由 是一個人類必然性的過程中 那我們加速讓這個不成變快 也就是一個歷史的進程 一個歷史的進程 可以在遊戲中看到 所以大家如果有玩就知道 因為實在太笨了 所以後來就加入了民主的投票機制 也就是所有的指令不會被馬上執行 你輸入往左、往左、往左、往左之後 小字不會馬上動 大概是經過10秒到20秒之內 系統會統計 在這10秒、20秒之內 哪個人的指令最多 那個指令才被採用 輸入到資料庫裡面 小字才會往那個方向走 這不就是民主的投票嗎? 多數人選擇走哪條路 而那條路才會被實踐 我們用遊戲就能夠了解民主是怎麼發展的 遊戲必然是多數決 多數人決定要往左邊走 所以遊戲就決定 好,那就往左邊走 小字就往左邊走 這樣子 雖然步驟變慢 因為每隔20秒或每隔1分鐘 遊戲的統計 統計所有人的投票權 小字才會走一步 停了20秒,要走一步 二 非常非常緩慢 本質上 這不就是民主理論 在社會人的理直上發展的過程嗎? 再來 後來又發現 實在太笨了 太慢了 所以為了加速它 我們開始要加入各式各樣的機制 讓投票間隔變短 或者 讓整個效率的加速變高 或者禁止使用某些指令 或禁止使用某些聊天室等等等等 在這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幾個 第一個 我們永遠沒有辦法統一所有的民意 第二個 也就是代議制 少數 關鍵少數的人 必然具有某種審議權 跟引導群眾的力量 所以到後來 它進入到火箭隊基地的時候 因為迷宮實在太難太複雜 所以就一直死 一直死 這時候他們又加入了各式各樣的程序機制 包含什麼共產主義模式 包含什麼民主理論模式 無政府模式等等等等 就不斷加進去 那些永遠被排除的少數玩家 也會起來抗議 就覺得如果都是多數決 那我的少數指令永遠不會被採用 那我為什麼要玩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又變得不好玩了 所以我們要容忍那些跟我們立場不同 或跟大多數人意見相反的 所以後來開了無政府模式 又可以允許大家 亂搞一通 這個社會本來就會有 多數人少數人 以及每個人 如何發表自己的意見 所以你在玩這款遊戲的時候 最後它重點當然是過關了 我已經看到它有過關 過關的時候大家很歡呼 好像所有的人共同完成了 集體參與了一個遊戲的破關 這個遊戲的過程 有點像我們小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歷過這個時代 有時候就在那種電玩店 或大型電玩店 會有那種一塊遊戲 在我小時候有這種 因為遊戲很貴 所以那裡面那個 尤其是擁者鬥龍三代 我印象真的可以 我們那時候玩的時候 因為我們買不起卡帶 小時候很窮 卡帶那麼貴 爸爸媽媽又會罵人 跟各位不一樣 各位 在我們小時候打電動是毒蛇猛獸啊 所以我們都去電動玩具店 看別人打電動 一起參與 參與整個羅德的偉大冒險 哦 原來是這樣 然後他玩完之後 我們那個時候是每頭十塊錢 可以玩大概二十分鐘 他十塊錢結束之後 他不用拔起手機 他不用拔起卡帶 另外一個人會付十塊錢 繼續遊玩他的旅程 把十塊錢用光 今天沒有零用錢 就在後面看 指導他 也不是指導 就是一起參與這個冒險 不對啊 這邊要這個魔法 你笨喔 這邊不能這樣打 就會有那種 有點像現在我們看實況的參與 然後那個卡帶的紀錄只有一個或三個 所以所有的人共同紀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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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每天去那邊把那卡帶拿出來 付錢玩十塊錢 玩二十分鐘 紀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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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走了之後 不知道哪一個陌生人 接續了我的紀錄 繼續玩下去 有時候就發現 X 為什麼那個道具被用掉了 或 我存了三萬塊是要買這支鋼箭 結果明天來 某個白癡馬去買皮盾的 把我三萬塊錢用掉 那是我昨天玩了兩個小時努力存的啊 為什麼被一個笨蛋給用掉了 那也知道 可是你不知道是誰 大家存在共同一個集體的記憶跟回憶裡面 然後最後要過關的時候 大家就會呼捧一帶 說快要過關了 一起來打大魔網吧 就小那個很小的電玩具店 就會集滿數的人 大家一起在歡呼 我看打大魔網 然後沒有錢就大家 一個人一直捐十塊 一直捐十塊 因為那時候我們很窮啊 民眾田只有十塊錢 所以就每天只能十塊錢 可是如果十個人一起玩 就可以玩兩百分鐘 就兩三個小時 所以大家就站在一個下午 我小時候是這樣 站在那邊一個下午 三四個小時 然後只要花十塊錢 其他的 自己玩了二十分鐘以外 就看別人玩 這樣可以玩三四個小時 然後大家一直 每個人拿十塊錢出來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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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把它打全破 所以對我來說印象非常深刻 應該說我們那個年代 小時候 我們就是這樣子打電動 然後把它做成某種記憶 累積起來 所以包含我禮拜六 在那個南港常常館館 講太國戰士系列的時候 有個玩家問我 為什麼你可以把太國戰士的每一代 倒背如流 完全不用記憶 就可以把一代二代一直講下去 廢話 每個都是我生命的歷程 我們都是在玩出來 當然背得起來 民主可以實踐在神奇寶貝裡面 透過這種方式 它體現了所有玩家的記憶 如何被呈現 如何被發展 後來我昨天有講到 我覺得Metal Gear核背局 也是另外一個有趣的案例 剛好我們最近也寫了文章 在幻通裡面 它允許玩家可以製造核子武器 每個人都可以擁有核子武器 但是這個遊戲的最大目標是反核 它希望人類能夠有一天 不再被核子武器所威脅 消滅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核子武器 所以怎麼辦 在現實人類社會中 我們不可能消滅所有核子武器 因為我們不是美國 我們不是蘇聯 我們也不是其他擁有核子武器的大國 就算所有的人類突然高喊愛與和平 現實政治中 那些大國也不可能會消滅核子武器 當然遊戲中有可能 因為它有全世界所有的玩家 都在玩核子武器 那它發表了 如果玩家 這個全球伺服器的所有玩這個遊戲的玩家 的核子武器數量為0的話 就會出現一段影片宣告 就是要人類真的在這個時間 廢止了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核子武器 人類免除核子武器的威脅跟陰影 所以只要這個伺服器上所有的玩家都願意不再開發核子武器 把所有的核子武器銷毀的話 人類就能夠在遊戲裡面達成某一種形式的 無核能威脅 無核子武器威脅的人類時代 但是很難 因為所有的玩家代表自己的意志 老子為什麼要當一個反核的人 我就是喜歡窮兵獨舞 怎麼樣 所以一定會有這樣的玩家希望囤積大量的核子武器 所以遊戲裡面的核子武器數量永遠沒有辦法成為0 而這個核廢決的目標永遠無法實現 但是遊戲因為有連線機制 所以我們允許大家去入侵那些擁有核子武器的玩家的基地 把他的核子武器給拖走銷毀吧 這樣破壞了核子武器 他也會喪失核子武器 所以就形成了 當你真的想要實現這個目標之後 全世界的玩家可以去入侵偷襲 其他擁有核子武器的玩家的基地 去破壞他的核子武器 進而減少整個世界 整個遊戲伺服器裡面核子武器的數量 本質上如果放到現實來說 不就是比如說某些ISIS國家窮兵獨舞 所以就會有些國家想要去制裁他嗎 而美國如果出兵去攻打ISIS或一三國 他的做法本質上 他一定是為了世界和平 為了讓人類不再免除於恐怖主義 免除於這種激進的暴力分子的威脅 而放在遊戲裡面就是 為了實現這個世界上這個目標 讓這個結局出現 因為這是隱藏結局 所以 是武器的玩家應該發起行動 消滅那些依舊在遊戲裡面 囤積核子武器的其他玩家 把他們的武器給全部摧毀 透過這種方式你可以看到 我們如果在討論意識形態 你可能在PDD或在任何網路機構上 會跟別人比戰對罵 因為你們立場不同 你們的政治觀點可能差異很大 所以你會跟人家比戰 然後你回去我回去你回去我回去 其實本身上沒什麼交集 但是在遊戲中 因為玩家可以互動跟參與 所以透過網路連線 透過活生生的人的彼此競賽 或透過電競這樣子 我們有可能能夠實踐 以某種方式來實踐 我們對於人生對於民主 社會理論的某些的可能性 當然目前這個結局還沒有 雖然被挖出來 但還沒有實現 可以在影片上看到 可是還沒有真的實現 目前全世界所有伺服器裡面 還沒有任何一個伺服器能夠達成 核子武器的數量是零 可見要廢除核子武器真的很困難 現實幾乎不可能 在遊戲裡面還是很難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玩家 每一個人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意志 不會按照大家的意思走 這跟單機遊戲裡面 你就是那個創世神 你就是那個救世主 你就是那個唯一可以決定 所有人命運的人是不一樣的 其次 遊戲的現實人生差異 遊戲跟現實人生的差異 在什麼地方 如果遊戲越來越像真實的人生 虛擬跟現實的差異 越來越小 越來越模糊 那到底有什麼差別地方 第一個 比如說你會升級 你會有某種形式的成長 而這個成長 是非常具體的用某些色塊 數值量化 乃至於某些名稱 來彰顯出來的 人生 你的人生當然會成長 人生的成長能力 當然就是比如說 你有碩士學位 你有博士學位 或者你有什麼認證機制 你有異級廚師執照 甲級廚師執照等等等等 就像升級一樣 而遊戲中的升級 會透過某種具體的數字 跟具體的能力來反應 而真實的人生 你不容易看到 這具體的數字或能力 你不能夠跟大家講 我現在HP有252 打我啊 喔 掃三了 喔 又掃五了 打我啊 笨蛋 對不對 第二個 會Game Over Game這個字 作為某一種 相較於現實的載體 雖然說人生也是遊戲 人生也會死 人會死 但是Game Over裡面 婚姻也是一種Game Over OK Game Over 遊戲會結束 你可以再度挑戰 你可以一次又一次 不斷地遊玩 砍掉 可以重來 可惜人生不行 可能 對於這樣的數值 對於這樣的命運 對於這樣的結果不滿意 你可以重新再來一次 而遊戲裡面的死亡 遊戲裡面的結束 本質上 它作為某種終界點 讓你知道 現在我失敗了 或現在結束 所以你應該回到你現實的人生 有一些學者或一些作品 會隱憂的探討 如果未來 這兩個是聯結在一起的時候 那是不是沒有Game Over 或者當Game Over 就等於你的人生也死亡 比如說在刀劍神域動畫裡面 如果你強制終止遊戲 或在遊戲中死亡 真實的人生生命也死掉了 比如說在《幽幽白書》裡面 它有描繪一個很會打 很會打電動的一個反派角色 而當他失敗的那一瞬間 他的生命也就喪失了 所以他必須要一直贏 當他輸的Game Over的時候 他的人生也就整個生命喪失了 這樣的連結過程 在未來 會不會成為一種 我們在遊玩遊戲 或者遊戲與人生 太過緊密結合 所造成的隱憂 今天當然沒有這種情況 但是我們可以想像 今天有一些人 太過廢人了 太過沉迷於遊戲 課金課太多 乃至於完全無法區分 現實心靈 沉迷於網咖的人 本質上不是這樣嗎 我們看很多的新聞都會看到 網咖暴斃 某個人死在網咖中 因為睡眠不足 因為熬夜打電動 或因為其他原因 就在網咖暴斃 或在家中沉濕 數天被發現 而手中還緊握著滑鼠 那本質上不就是 因為他在虛擬的世界 在他的魔幻世界裡面 當勇者 當夜太爽了 而現實中死掉了 遊戲還沒有Game Over 現實就已經Game Over了 所以在虛擬跟現實之間的遊戲結束 到底未來會變什麼樣子 也是值得觀察的 遊戲可以說是一種思維 體驗跟重新定義生活方式 而遊戲化則更容易幫助我們 理解、溝通跟傳達 那在之前我們上課 我們也跟他談過遊戲化的過程 有時候現在基本上 所有的App 所有的服務 電子服務 都會加入遊戲化的相關元素 包含集點、包含那個什麼 簽章就會有獎賞 包含每天登錄 包含什麼那種虛擬的獎章 各式各樣 來幫助我們蒐集 幫助我們傳達各種樂趣 所以遊戲化其實是一種 把我們如何理解這個世界 我們如何溝通 以及我們如何傳達 做出一個媒介的思考 網路的或遊戲的太過真實化 其實有一個非常大的隱憂 我們就跟他講講 天使女孩都會按理 這是什麼? 這個是釣魚台 釣魚島 釣魚台、釣魚島是一個不太重要的島嶼 它是台灣、日本、中國 三方角力的一個爭奪的場域 本身釣魚台沒有太多的資源 雖然很多人認為它底下的南海 會有大量 不是南海 底下的東海會有大量的石油資源 但是其實它之所以引發爭議 或許更重要的是因為民族情感 或者是疆域認同 乃至於國家主權、土地不可侵犯 所以這個小島之所以引發 中國、日本、台灣三方角力 必然是這種原因 並不是它上面的島嶼有什麼重要性 過去經常發生類似這樣的案例 很多旅船、台灣的、中國的 靠近釣魚桃海域 跟沖繩的日本的海上自衛隊 或相關的防衛艇發生衝突 或者是一些輪船的碰撞 各式各樣的氣 好像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上演一次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反覆地演一次 給大家看 在一、兩年前 這個激烈的時候 中國發起抗議釣魚台屬於日本的活動 所以就會滾出釣魚島 類似這樣 打倒小日本 類似這樣的 頭可斷、血可流 釣魚台不能丟 類似這樣的口號 還有什麼 釣魚台是中國的 艙警空是世界的 等等 類似這樣的口號 不要打什麼 什麼什麼 或者買日本車的人 上面就要貼 聲勢中國心 車雖日本車 但聲勢中國心 類似這樣的 這樣的口號 這樣的口號非常非常多 在那段時間 我記得在一、兩年前的十月 曾經發展過中國的船長、漁船 被日本警方逮捕 被日本的逮捕 引發了中國民眾的圈爛大波抗議 那個時候中國有出現一個這樣的新聞 不知道大家知道 看看 他們出現了一個偶像明星 叫做天使女孩 他們宣稱天使女孩要來保衛釣魚島 我們先跳下一個 他的新聞是這樣子 他說人民報報導 他說 新的女子偶像組合叫Angelo Girl 在東京附近拍攝寫真集 曝光了青春的學真制服照片 照片中Angelo Girl散發青春 純真、時尚的氣息 迅速秒殺無數日本網路宅男 照片短短一天就創下幾百萬的下載量 這個初到僅拜年 以新干年音樂、宅男殺作為定位的 在日本華裔女子團體 是由日本知名時尚集團跟唱片公司 歷時三年精心打造 籌備中的同名專輯跟3D寫真 將於年底正式發行 但是已經取得八十萬張的預購成績 而且還有許多護膚跟網路遊戲的代言 他們之所以在低迷的市場中異君突起 不僅是因為清純可愛特質 更主要是運用旗下獨有相關的方式 更重要在這邊 更重要的是該組合成員均是來自於華裔女子 雖然在日本主流音樂圈備受排擠 但是這幾年來日本主流的女子組合 因為太多了 所以導致日本宅男審美疲勞 而恩邱各樓這樣的清新組合令人眼睛一亮 創下令人震撼的銷售成績跟市場加金 好,來 這樣的照片迅速下載了超過數百萬下載量 還癱瘓的伺服器 來,各位會下載嗎? 不會 不會,為什麼不會? 不是你的個性 不是你喜歡的 這是一個虛假的偶像 當然是這樣 這是為了要塑造中國人民應該起來支持釣魚台局 中國反抗日本霸權的一個虛假偶像 也就是因為中國網路有封鎖 所以呢 資訊是不透明的 所以呢 中國的官方塑造出一個虛假的偶像 這虛假的偶像呢 把他們定義 他們是在日本流行 日本非常受歡迎的華裔女子偶像團體 而他們卻宣稱釣魚台屬於中國 他們不怕他們粉絲的反對 不怕所有日本樂迷的抗議 他們還是毅然決然站起來支持釣魚台屬於中國 所以他們寫的 文法有問題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台灣叫釣魚台 中國叫釣魚島 日本叫尖閣列島 其實你正要給日本人看 你應該寫尖閣列島 還給中國 而不是寫中國釣魚島 日本人哪看得懂這什麼東西啊 就很明顯它是要給中國人看的 OK 這是個虛假偶像 它為什麼要傳達這樣的虛假偶像 它意思在說 你看 連如此膚淺的女子偶像團體 肉大腿的女子偶像團體 都知道民族大勢大飛 都有愛國的崇高愛國情操 你身為中國人 怎麼可以不支持釣魚台屬於中國呢 所有在中國今天所有的同胞啊 你怎麼可以不支持釣魚台屬於中國呢 連這樣在日本打拚的華裔女子團體 都不怕被日本的主流樂團排擠 都不怕被日本的樂迷抗議 他們都毅然居然站起來支持 釣魚台屬於中國的 在國內的你們啊 各位啊 十三億同胞啊 你們怎麼可以不支持釣魚台屬於中國 連膚淺的女子偶像 它形成一個對比 膚淺的女子偶像團體 都有民族的大勢大飛 身為知識分子 身為有良心有道德的你們 中國人啊怎麼可以不站起來 他有這樣的意識形象 所以他是一個虛假的偶像 他是一個不存在為網路而塑造出來的偶像 比如說他說 右邊那個唱片是在東京拍的 我說他在焦大拍的你也不能否認啊 對不對 那缺乏任何東京的辨識形象嘛 我說他在冰島拍的可以吧 在倫敦拍的可以吧 在焦大外面那個草地上 一個藤椅座的拍的可以吧 至於左邊那個照片是棚內拍 哪能夠看出東京啊 但這不是我們要跟他談重點 這還不夠 如果這樣虛假偶像 我們就不會拿出來跟他討論 來 三個有一個是台灣人 我們來看喔 三個人喔 Amy是隊長 是中國北京 1987年10月20號出生 曹依娜 叫安娜 來自於中國台灣 金門縣 然後Angela 尼安琪 則是來自於中國湖南長沙 這不難理解嘛 三個人 一個是北京 首都叫一個 在湖南長沙產美女嘛 在台灣同胞 必然要在中國的懷抱裡面嘛 所以就加入一個台灣人 好 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裡我認為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思考 是他在布設這裡大家要學習的 我們對金門非常陌生 不信我來問問看 烏來 是個溫泉勝地 台北縣烏來有溫泉 烏來的7-11裡面 有一個特殊的溫泉的泉水 可以讓你泡腳洗手 7-11裡面特製了溫泉的 就像高鐵的7-11 高鐵在裡面的7-11 有賣高鐵的紀念品 所以烏來的7-11 有一個烏來的溫泉可以洗 可以洗手 真的還假的 假的吧 真的假的 看 我們不知道嘛 真的假的 假的 假的 真的假的 來 金門的7-11裡面 有賣金門菜刀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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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金門的7-11菜刀 金門的7-11菜刀 如果你憑金門的正分證 就你當民意原住民 可以想八八折優待 比如說 如果你是台南市的住民 去義載京城安平古堡 只要出示正分證 就可以免費 這是真的 你去新竹 去各地 當地的那種 市政府管轄的民勝古籍 是可以免費的 所以 金門人去金門的7-11買菜刀 可以想八八折優惠 只要出示身分證 真的假的 你看 你看 我們對於我們台灣的認識很少 上個禮拜的共玩機器人 大家有沒有去嘗試啊 飛出來 飛出來 你看真的有共玩機器人嗎 對不對 上個禮拜 還有人很像人家跳課 所以 你有去試共玩機器人嗎 參觀沒有共玩機器人 飛出來 你看 真是存在啊 來 台北101是粉紅色的 真的還假的 他只要點個燈就是粉紅色的啊 他隨時都是粉紅色的 你有去過嗎 有啊 那是Photoshop改的 你沒有看過真的101 101是粉紅色的 真的啦 他是玩皮包的顏色 那是假的 你被外面的玻璃帷幕跟褶色遮掩 那不是真相 真實是隱藏在隱密之中的 你看不到的 來 大家不覺得我們對日常周遭環境 理解很少嗎 黑死病 為什麼叫黑死病 鼠疫 人中的黑死病 全都會變黑色而死掉嗎 對 黑死病的散口長什麼樣子 對不對 剛剛講的金門的7-11 真的有溫泉可以泡 是真的 大家有一下子去 對不起 烏來的7-11 烏來的7-11 裡面真的有溫泉可以泡 這是真的 是的 因為大家沒去過 下次大家去烏來玩 記得去他這邊 裡面真的有溫泉 來 所以為什麼要設定成金門 因為你沒有辦法否認 金門真的有可能有一個女孩叫草依娜 而她到中國去發展 你肉搜也肉搜不到 你只要日久也沒有 你只要日久也沒有 我們對於台灣都那麼陌生了 何況金門呢 對不對 所以當我把這個女孩設定在金門的時候 台灣的所有人看到這個新聞明明知道她是假新聞 但是你沒有辦法否認金門真的有可能有一個女孩 叫曹依娜 她透過小三通到對外去發展 這是有可能的事實 因為我們對於我們的周遭環境非常陌生 我們自以為了解 其實我們對於我們周遭環境 對於台灣的社會限制 其實了解非常少 第二個 為什麼要選金門 因為金門屬於福建省 連江縣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在早期某些台獨論者會有所謂金馬撤軍論 金門馬祖需要撤軍 因為如果台灣中華民國保有金門馬祖兩個島嶼的話 他都可以合法宣傳 他仍然擁有整個中國大陸的部分治權 實際管理的能力 金門跟馬祖兩個島嶼就是 因為他屬於福建省 所以你可以合法宣稱 我們依舊掌控著中國大陸的合法所有權跟管理權 哪怕只有千萬分之一 但事實上是 他就是中國大陸的土地 所以為什麼要廢省 為什麼李登輝時代台獨論者要主張廢省 廢除了省政府 就沒有了省籍 沒有了省籍 自然金門馬祖 就不屬於福建省連江縣 直接由中華民國來管理 這樣廢除了省 少了這個省籍 你就可以跟中國的省脫鉤 你就解決金馬策兵論 這是大家了解的 他背後有這樣的道理出來 所以為什麼宋楚瑜會出來 然後出來組織的親民黨 然後不服輸 一直參加中文大選 包含今年等等 當然那是有歷史奄遠的因格的 可是大家可以了解 金門在治權上 其實他是屬於福建省的 所以中華民國可以合法宣稱 他擁有中國大陸 哪怕千萬分之一的合法統治權 這是為什麼獨立者 需要金馬 金門跟馬祖撤軍 要廢神的原因 好 所以 我把曹依娜這個偶像設定在金門 台灣的人不知道 對中國人而言更不知道 誰知道金門在哪裡啊 不重要啊 那是什麼小島啊 根本不知道 但是 他統治上屬於台灣 民意上屬於中國 他剛好屬於灰色的三木短地帶 台灣的人沒有辦法否定他 說他不存在 他不是台灣人 而中國也合法地宣稱 因為金門本來就是中國的合法土地之一 所以曹英在裡面扮演了一個 在中介於台灣、中國之間一個巧妙角色 可以讓這個騙局合法地下去 這是他高明的地方 大家要學 你要把欺騙做到這種地步 大家無法一眼看穿 要看穿也沒辦法馬上戳破你 拿出證據來 因為你一定找不到 有沒有曹依娜這個人嘛 對不對 這才是他高明的騙數所在 來 再來 如果到這個階段 我們也還不會拿出來跟他討論 必然有他更了不起的地方 所以後來當這個騙局破滅之後 曹依娜就被取消國籍 好可憐喔 只限中國了 他後來百度名片上面 國籍只剩中國 台灣兩個字跟金門線被拿掉 好可憐喔 其他兩個人一樣 是北京跟長沙 這是曹依娜很可憐的 國籍被取消只剩中國了 真的很可憐喔 來 一個問題要問大家 在這個新聞稿裡面寫到 有八十萬張預購量 年底護膚的網友代言 年底到了 那個八十萬的預購量怎麼辦 怎麼辦 八十萬預購量怎麼辦 你寫新聞 這是假的偶像啊 可是你跟人家說有八十萬預購量啊 八十萬預購量怎麼辦 怎麼辦 殺個謊言來欺騙大家吧 撒謊能夠殺到 了不起也是一次次的血症 來有沒有人知道怎麼辦 這是真實的遇到問題 而解決的那一個人 他想出了絕妙的方式 大家如果能夠把這個謊言 做個圓滿的句點 你真的很適合做PM這個工作 千萬年輕等著你啊 當什麼原具工程師啊 這個比較好撈啦好不好 來怎麼辦 我們要去買一個淘寶商店嘛 然後用假的人去刷八十萬 買一個淘寶商店 這個做法還不錯 老子有錢 好不好 我們現在假設你有無限的預算 來 我要怎麼把這個謊言 讓大家質疑嗎 八十萬張呢 不是有八十萬個日本人掏錢出來買唱片呢 日本人呢 唱片呢怎麼辦 找一個人 製造一個偶像 做一個行動去 捲款台灣把錢捲走了 OK還可以 來有沒有其他更了不起的騙人的手段 來怎麼辦 大腦記事啊 你有錢 我現在你不要考慮人力物力好不好 包含派殺手暗殺 三個人被暗殺身亡 這樣都可以好不好 或者是什麼 義容變臉 可以可以變臉好不好 可以 來有沒有什麼錢要辦吧 真的賣八十萬張 就能印出八十萬張 這也可以 隨便送給人 可以 反正老子我有錢 我就在印八十萬張 反正八十萬張CD盒也沒多少錢嘛 才八十萬 一百萬就可以搞定了 也沒多少錢嘛 OK 可以 有沒有更有創意的想法 大家如果想不出來 那還是去園區單工程師好了 哪有沒有誰有更好的創意 我給你錢 你錢 時間 人力 物力 都可以 就是 買榜 他意思就是買榜 去那個什麼上面榜 買 反正現在都手動都是 現在所有的 不管是粉絲的數量啊 都是可以買的嘛 全部都是假的嘛 什麼追蹤者啊 什麼付費啊 全部都是假的嘛 什麼都可以買啊 每個政治明星都有幾十萬個奈吉利亞朋友 真是了不起啊 對不對 每一個小模都有四五萬個非洲人朋友 哎呀 這太棒了 這太了不起了 反正都假的嘛 OK 好啦 他們的做法是這樣做 第一個當然是解約 就是因為他們拍了這個釣魚台屬於中國的宣傳照片 所以日本的粉絲非常傷心難過 然後日本唱片公司非常生氣 說你怎麼可以在我們日本樂團發展 卻做出這種事情呢 我們無法原諒接受 就要毀約 但這個還不是重要 重要的是 我認為網路時代的可怕 或者是遊戲化時代可怕的地方在於 我們只要把謊言做成不是謊言就好了 也就是我們讓它實現變成真的吧 我覺得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而不是用更多的謊言來包裝它 因為你用更多的謊言來包裝它 有一天會被戳破 而我只要讓謊言變成真的就好了 所以怎麼辦呢 他們就正式出道了 來 根據台灣媒體報導 它沒講什麼台灣媒體所以不知道 所以就是無台灣媒體報導 好 亞洲女團Angel Girl在歷經與日本經濟公司解約之後 於本月中回歸華語正式出道 主打華人概念的Angel Girl將在北京作為首張發布專輯 正式曝光 從三個人變成九個人了 從Angel Girl變少女時代了 這個為什麼要選台灣媒體 其實本質上這就跟婚紗店一樣 婚紗店都叫巴黎台北 西班牙普羅旺市 或者佛羅倫斯 紐約 有沒有哪一個 巴黎的 有沒有哪一個婚紗店叫做什麼 新竹大溪 普里南崁 這種沒有 如果婚紗店叫做什麼 新竹城隍廟 那誰會去你的婚紗店賣拍婚紗 對不對 婚紗店大家找一些比較異國浪漫 比較先進 當地人搖往的夢想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來開一個 叫做什麼 城隍廟婚紗 然後就每個都配公安機器人這樣子 搞不好就會有人來拍婚紗 好來 所以他用台灣媒體就是要宣稱 這是海外媒體 增加可信度 但他沒有告訴你是哪個台灣媒體 這不是 所以我們都知道 強者我朋友 那個強者就是你啦 做夢夢到的 或者我做了一個夢 或者朋友 我聽朋友哥哥的說的 我聽某個不知名的有利人士說的 再來 我聽某個政黨大佬轉述 業界有利人士轉述 那個上面所講的那個承認吧 就是記者本人你 你只是不想要承認是你 所以你才用什麼業界有利人士 就是你 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他們真的做出了一個唱片 大家看到這裡一定會懷疑 所以這個世界上真的有曹依娜 這個世界上真的有angel girl嗎 來 這周杰倫幫他們代言的 十六位喔 不是九個喔 好多人 越來越多了 來 周杰倫會知道 這個團體是為了宣傳釣魚台屬於中國所創造出來的虛假偶像嗎 不 他絕對不可能會知道 但周杰倫來替他背書 替他宣傳的時候 誰會懷疑angel girl是一個假的偶像 但有周杰倫來替他背書 替他站台 周杰倫用他的知名度 替這個網路謠言跟這個虛擬跟這個謊話 讓他變成真的 所以在網路中 你要怎麼讓謊話圓滿呢 就不要撒謊嘛 把他變成真的就好啦 反正網路的力量都可以讓假的變成真的 不是嗎 這樣的情況之後會越來越普遍 在這個網路之間的時代 真跟假的變影並非不可辨認 而不在於圓晃跟遮掩 而是我們透過網路的力量 來將其化為真實 所以網路的重點不在於真跟假 而是我們可以透過這種力量 虛擬的力量 來把它變成真的 這樣的案例會越來越常見 也會越來越危險 比如說在右邊這個是哥斯大黎加 他們因為Google地圖上面一個遊戲 而導致兩國差點發生戰爭 因為Google地圖上面 把他們兩國的疆界畫錯了 而那個畫錯原來是因為 某個由去搞出來的烏龍 所以兩國真的差點兵龍相見 後來才發現 因為地圖畫錯了 那算了 而左邊這個是一個叫做 我還想不曉得戰爭名字 叫做什麼 一個發生在17世紀印度國阿神的戰爭 然後這個條目呢 被寫進維基條目 還獲選當年的優良條目 他記述一場在印度 當地跟帝國主義 葡萄牙人的衝突 西班牙人的衝突 那經過一兩年之後 突然發現那個戰爭 搞不好根本不存在 因為有一個無聊的人 無聊的賢者 賢者就是很賢的人 然後他在查這條目的時候 查了裡面的參考書目 那有一個參考書目是牛津大學出版 但是他翻遍了牛津大學跟全英國的書讀管 發現沒有那本書 他才開始懷疑 會不會這本書不存在 而這個條約 而這個戰爭 根本是個虛構的 雖然他被寫進維基百科兩三年 而且很多人引用 被寫完有兩條目 但是他透過一本書的不存在 一直追尋 而維基百科也非常盛大的 以此為案例 有去訪問了美國、英國各地研究 17世紀帝國主義發展史 研究印度史的書讀專家 到底有沒有這場戰爭的存在 最後得到的結論是 不知道 因為我們完全缺乏 那個時代的各種相關的背景 也就是說 那個時空背景 那裡真的發生過 印度人跟外來殖民者的衝突 這是有可能的 可是在那一年 那個月份 我記得是1640年 那年 是不是真的在那個地方 有發生過這樣一場戰爭 沒有足夠資料可以證實 所以無法證明是真的 最後維基百科選擇 把這個條目給撤下 而當事者寫的抗議 他認為 那戰爭是存在的 所以類似這樣的真跟假 包含歷史的重新解釋跟偏移 都越來越來越常見 我們在當代社會存活下來 或許各位最需要具備的 不是強大的計算 或者知識能力 而是能夠辨識真假的某種 自我的思考能力 祝福大家 能夠在這個網路多變 這個資訊爆炸時代中 找到屬於自己的生活之道 打電動是個不錯的選擇 那在交大課點也是我非常喜歡上的 不管大家有沒有來 大家你是為了學分而來 就為了學分而來 隨便 我們在第一堂課就講過 你是真的有興趣來 那歡迎大家以後再來參與 那不管怎麼樣 大家各取所需 可是大家可以理解 因為這個話題其實有些地方是很有趣的 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不是你 但是有一部分人真的很喜歡了解裡面遊戲 像我們在談太空戰士 談爐石 或談鷹壩裡面的一些設定的時候 我們花錢講這個內容 大家願意花錢來聽 而且他們會非常專注目不轉睛的聽 然後跟著你歡笑 這點實在是我非常喜歡的事情 所以希望以後有機會能夠保持聯絡 這點心情 字幕志願 李宗盛 星事項 字幕志願